今天晚上来普主持 为日普主地区由前卫生社区桃星铁阿公 桃罗所建造的日新病医 正是早期医疏回乡建立学习医疏管的代表 加上一楼是学是精硕 二楼是合适的组织 建造抗清是各医关医疗文化的重要阻散 甚至各医管治府也制定日新病医为宣定鼓致 不过地区日前幻没头地 现在建设优异贴毒来建大楼 所以地坑造成求求迫住日新病医人民 希望能够来保留日新病医 外面上就有80多年历史的迫住日新病医 是从卫生社区桃星铁阿公在1936年来创建 并以精湛的医疏在当地行医 是迫住当地党级的医疗文化主宣 但地区日前做病医土地没有更胜 现在日新病医已经被迫害 主妇以前的医院没有凑 但是过世以后呢 就分给我爸爸叔叔他们 几个儿子去厂 完场的一段声音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所以后来我们叔叔 他们决定说还是要把它卖掉 我属实那一辈子的事情 所以这个我没有资格去讲说我有什么的看法 没有文化概念的怪手 柔令之下的一个很悲惨的命运 那对父子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为保留的改观重要的医疗文化主宣 本年科技大学教授所民修 发起到求求 破组日新病医联名 共同日新病医是早期流行日本医疏 非党建冠行医的代表 而且病医兼基地的主级 旧比亚正真正的祝福 这是日本时代 台湾新疏对生活困境的看法 加上有流的建局 一流是增速 一流是日本风景的合适 建局是相当有带涉含的思议 而且在新病医院被该管政府在在过分 指定为暂定估计 在六个月来 是必须有联合的会训 或是抵赌 只要有人提报 然后我们成立一个暂定的一个小组 然后那在这个小组里面去看了以后 就回来就可以签请这样 由地方主管机关来 由地方的首长来核定 那地方首长一旦核定了以后 其实就进入了暂定的程序了 今天如果说我们没有把它保存下来 那么今天可以讲说说 铺子文化资产保存最悲哀的一天 文化观光局共调 民间资助力量保存的立宿文化主散 是光风所六件 但要靠光风力量保存 在堪下的心想专民 都能连动到立心便宜的文化主散隔壁 在唱歌到迫出立心便宜的民共调 站出来不是要违览到 头身体的家族也是建设 你这一旗盘到社会在开发的观念上 够一些文化的思考 三心口雅红破主席 彩虹博德 是 是 谢谢大家